那再来看到的是西欧地区 他们最近也是好与存灾 包括了德国 比利时 荷兰等地 都出现了严重的淹水 已经造成超过60人死亡跟失踪 那么德国当局是出动了直升机 吊挂救援 受困在洪水摧残的房屋内民众 那么整个村庄您看到 都浸泡在土黄色的泥水当中 而不只是德国的西部 邻近的低洼国家 荷兰跟比利时街道也成为了一片汪洋 就连位在山上的国家瑞士 原本文明全球的湖光山色美景 现在也因为好雨 所以导致湖水溢流 那么当局是紧急动用了抽水机 堆沙包 防止淹水情况再恶化 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最新报导 光在德国就已经有至少58人死亡 比利时也有8个人不幸的丧命 而CNN则报导说 德国目前至少还有70个人 下落不明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